欢迎大家回到第204的乌克兰晚间战报 今天是9月15日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Larry 大家好 今天有好几个消息要跟大家讲 其中一个我们需要先跟大家讲 就是水库的情况 说起水库是相当可乎的 因为很明显 俄罗斯成人之危 之前老修成路 法国实在被乌克兰拿了太多土地 大家还记得在集数中有说 开始的时候 纯粹打巴拉克里亚 巴拉基里亚 一打打打的时候 越打越多 越打就越起劲 一打就打到整个阿尔科夫州都打回来之后 真是相当之老修成路 于是他们就发动他们的巡航飞弹 八支那么多 攻击水坝的情况 攻击水坝是在扎尼斯基架向下 这个地方 叫Crivey Wright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在帝里巴拉州 那边 攻击水坝 很危险 因为攻击水坝之后 水坝当然有溃烂的情况出现 之后出动到很多工作人员 要立即去拯救水坝 而水位一度有急速上升的迹象 这个亦都是相当危险的事 就是这样去攻击 令到当时有 在Crivey 这个地方 这个地区 就有大量的积水 就是我们说的洪水 它打击那个地方 叫卡拉春大坝 对了 Crivey Wright 这个水坝攻击它 总共令到Intellis River 这条河 慢慢的水位增加了2.5米 2米半老实说 可以将人都遮掩 所以你也不要说不厉害 你想想 你原本站在那里 你没事了 2米半就被掩蓋了你 也是相当危险的 所以这个我们也观察一下 很明显俄罗斯军队 今次以卡拉春大坝为目标 主要就是要破坏乌克兰 当然第一个攻击这些目标 其实是会即时 即时对人民产生危险 有伤害性十分之大 这个我们也觉得是相当之卑鄙 相当之无耻的做法 所以大家在看片段的时候 你也看到水相当之洶湧 这就需要即时疏散相当多平民 这绝对是一个我们说 俄罗斯平民集击的一种报复 所以这个我们经常常说 将俄罗斯介入为一个恐怖主义的国家 其实都真的没说错 你想想 经过今次的事件 他真的什么都做得出 这也是之前Iki Hing 经常说 很担心俄罗斯 他会尝试用这些水壩 威胁到乌克兰 攻击他们 我开始都觉得 如果去到这样 就会很差 这个情况 这样去攻击 会否需要做到这样 唉 有时的事件都不是需要 而他会不会 那结果 他真的会 所以这也是相当之令人愤怒 相当之令人发指的情况 但乌克兰这边的维修工作 亦终之成成 所以很快乐 其实都见到 水面的情况 亦都消退了不少 这个我们讲过 在Ainnes River 当中的情况 消退了的洪水 所以就不会 对附近的城镇 带来太大危机 这个也算是不幸中之大行 也是要继续做一个 抢收的情况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在这条面附近的破坏 基本上很厉害 这个卡拉春大坝 就是这样被攻击 当然这个大坝本身 也是一个发电的地方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 打这个卡拉春大坝 第一 有机会令它缺提 第二 也会令它的供电 立即受损 对俄罗斯 这个半寿人来说 就叫一石二鳥 可以令对方 既缺提 第二 就会产生人命的伤亡 第三 就会令它没有电 这个一定是 所以这个打击 亦都破坏了大坝 和附近一个 一个泵的站 所以令到没有办法有效 泵走水 令到河突然暴涨 所以附近一些街道 或者一些房屋 很有机会被洪水很快去淹没 连一些炸毁的桥梁 亦都被水沖走 你可见 今次这件事 十分不简单 亦是十分危险 所以 真的要一致谴责 这个情况 我们说回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 本身在打仗之前的人口 大概65万左右 不算小的 现在应该不算走很多人 因为本身这个城市 有受到一定的炮击 但就不算很严重 但现在全市的人口 都会面临着崩堤的情况 所以有洪水的风险 大量的居民现在被要求疏散 大家亦都见到有橡皮艇 即是现在周围载着居民 离开这个情况 正路 即是我们去看看地图 你可见 如果这里出事 河真的一直流 其实最后会经过 这个低百河的下游 其中就是我们说的 克尔松的地区 理论上都是会经过的地方 所以水会向下游 从下游的下游 理论上 这样冲的时候 就有机会冲走附近的浮桥 现在我们这样说的 第二百河的浮桥 主要是有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浮桥 乌克兰自己也有搭到浮桥做进攻 那你说它是否要利用这些洪水去冲击 乌克兰起出来的浮桥 有机会的 当然我们的看法 其实对乌克兰来说 不会有很大的伤害 答不了就答过而已 那你说这些洪水的时间隔几个小时 就令到你少了增援 然后去走等等 但其实某程度上 亦都会令到你们的街道 即我们说 在俄罗斯的fairy crossing 都会出问题 有时你们的沟通又不好 你下游又不知道水游会放水 所以其实很好笑 有时你想水淹七军 有时你染自己也不出奇 你猜个个都好像关公 威震华下水淹七军 你不是关公 你是公关灾难 所以这件事很明显 会不会是破坏乌克兰的浮桥 但有这个说法 尤其是某些智库出了一个报告 很可能卡拉春大坝的攻击 其实就是为了破坏 现在乌克兰在附近踏上的浮桥 因为始终我们说到 在Darifka那边 即是踏了一些浮桥 或者扩大这个桥头堡 他们尝试在上游 我们真的看到这个地方 是很上游的 老实是吧 一定会对我们说的 Nippo River 和Enerless River 这两条河 造成洪水冲擦的影响 会令附近 包括乌克兰 军队建立的桥头堡 或者附近的浮桥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和俄罗斯也有造导弹 襲击哈尔科夫附近的发电站 这就是之前网友说的 去打击发电站 令到附近 尤其是哈尔科夫 附近的电力中断 如果这样做 当然有机会可能上 拖慢烏克兰的反击 例如烏克兰那边有追军 追击俄罗斯 现在在耐满 或者仍然停留在 顿涅茨克地区的俄罗斯军队 能不能够用这招阻折 我觉得是有疑问的 但你又不要看少 半寿人的变态企图 可能在他们心目中 他认为是能够拦截得到 能够拦截到 我们的乌克兰的军队的前进 所以可能出此一招 也不奇怪 但今次这件事 暂时还未见到 我相信在后一点就会有 现在破坏后 烏克兰人很快手 他们立即收复大坝 希望能够尽快恢复供电 以及水位停止上升 现在都处理了 水位都开始下降 所以也是一个好的笑头 当然 扎连斯基绝对是会谴责这件事 大家都明白 扎连斯基一定会站出来 所以他也谴责这件事 俄罗斯佬 你也谴责这些平民事件 又是一种恐怖襲击 老实 所以我相信扎连斯基 在这件事上 应该是相当愤怒 他又出声 去谴责今次这个事件 而这个导弹集击 是描述了我们的 这个地区 我们经常说,打仗的事,我们经常说道天地 道一天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道理不在你那边,打起来都明不正而不顺 也令到支持你的盟友都不敢支持你,像俄罗斯 有谁敢支持俄罗斯? 到今时今日 很多闪雄说帮俄罗斯,但老实 中国也不敢说明支持 我们不要计计律战书那段 至少他说出口,真的差一点 所以律战书那件事真是搞笑 之后再说 你见到扎尼斯基也说得很清楚 就是你这样的攻击 这个绝对是一个平民八道战争的弱者 只有弱者才会这样攻击 除了弱者之外,他们也是恶困 也是恐怖分子 对那些守暴处的平民任意伤害 那事意的伤害,绝对是恶魔行为 所以我们也祝愿了 祝愿现在会没事 在大坝上附近的居民尽早脱离这些恐险危险 就像我们圣经我们平时祈祷所说的 救我没脱离恐恶 就不要要留好市民这样受罪了 好,这就是关于大坝的情况 另外,扎尼斯基本身也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因为扎尼斯基第一支 他去了依久没有前市 之前我们也有和大家说过 扎尼斯基去到前线 主要和很多军人合照 以及最重要他也说到 伊九武这个地方 真是多谢大家终于合力修复 这对乌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伊九武本身是一个四宗八大地方 也看守着包括斯洛文斯克 和伊九武的地区 他的失陷或是我们说说光复 也令到俄罗斯 没有办法不撤出乌冬这个地盘 要在顿列茨克全身而退 如果他们撤退得慢些 也可能会被乌克兰军队包围 至于他完成了伊九武的情况 回去的时候 出现了插曲的车祸 出现了一个比较轻微的车祸 在回去的时候 这个车祸 有些照片给大家看到 撞到的情况 但是扎尼斯基本身受轻伤 不算很重要 但是扎尼斯基的司机出事 应该要送远自利 现在的情况我们未知 究竟是什么车撞到他 是不是恐怖分子 还是纯粹其他车队 这个是比较罕见的 即是我们说总督的车队 照计保安做得相当严密 究竟今次为什么会这样出现 这个是真的比较奇怪的 当然即时由同行医生 对扎尼斯基进行简单检查 简单检查没有受众伤 不过当然 之后应该要送到医院 再做一个更详细的检查 例如包括会不会有脑震荡 或者落出血等等的情况出现 但是表面伤痕是无事 不算特别事 司机就不同了 要救护车 就要送远做一个治疗的情况 主要是E9毛附近 其实也是寻查了几个小时之后 然后就离开的情况 这个就是一个小杂局 另外我们说到当时 我们说一下扎尼斯基 突然被一个巨响击中 但暂时相信未必是恐怖襲击的情况 但是我们的资料也很有限 相信一辆车撞到他的攻击的情况 看片段是少少混乱 但也没有了扎尼斯基的行程 我相信 这个也算是一个小插曲 好 接着我们也会说到俄罗斯 包括华立集团 华立集团里面 其实也有位金融家 叫做普利哥俊 现在似乎他被确立为 一个特别军事行动的代言人 非常之有趣 他也在9月14日 发表了一个精兵演说 主要他也宣布俄罗斯 即是现在什么人 都真的可以加入战队里面 这个也是有点好笑 说到他们之前 尤其是在第二阶段的初期 他们曾经在乌东南部的地区 抢夺过一个火力发电厂 主要是在巴赫母 30公里以外的一个地区 这样去做 但是现在我们观察 如果你现在不停地宣扬 以往的士兵有多勇猛 你是不是最后在精兵上 你都需要用到全国总动员的力量 有些俄罗斯的军事 不是这么看的 他觉得如果用一些古时的做法 例如斯大林主义 鼓吹一些外国的情操 怎样可以鼓动到社会 然后可以令到更多人发觉 祖家有危险 所以就出来当兵 祖家为国 如果能鼓动到人民的情绪 出来 就好过你真的做一个社会里面的全国总动员 因为一做了总动员 令到很多单位上 社会组织上 都会出现一些紧张和对立的情绪 永远在和平时代 都会有反战的声音 尤其是经历 你看到一场可能是打不赢的战争 现在连克里布林工都承认 有些失败的情况出现 如果这样也说得出 你想一下 人民会怎样想 因为有些事情都无可避 或者真相的事情 虽然我又不太相信 真相一定会越变越明 因为这个世界上 总是一些古灵精怪的人 但是你发觉 现在在俄罗斯 你要把他们的失败完全被盖住 就真的没什么可能 所以你会观察到 现在普利哥俊这些人 有没有机会 你用一个混水摸鱼 鼓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形势 令到更多人能够参军 我就不太看好 现在反而我们观察到 俄罗斯的军队 包括国防部和上面的总指挥 是否会产生一些严厉 之间是否有些争执 亦都说哈利布林工会 会否尝试 将所有的罪责 推卸到俄罗斯的军方上 如果真的这样做 其实也挺影响 其实也挺影响到 现在的将军他们的决定 也这么说 如果你看回当年的 前苏联的时代 你看到军人和哥尔巴喬夫的关系很紧张 如果这样的情况 军事政变机会会提升 所以要看普京是否能够 牢牢掌握了军权 他说给谁指挥 就给谁指挥 现在的国防部长 小伊古 真是危在弹直 我觉得他的位置 似乎借他人头一用 令民间路怨减少一点 也有机会 基本上 如果已经决定了 要小伊古下台 要由他承担所有责任 就一定会把所有的指挥 失当 决定 有问题 全部都会归咎下去小伊古 令他下台 就一次过 带走所有的责任 不需要令到普京 承担起这些责任 会不会这么好的算盘呢? 而我们上次说 无论是莫斯科和 聖被德堡的议员 会不会这样放过你呢? 可以让普京这样脱身 是比较难的 还有大家也看到 哈利姆林宫 其实现在他们知道 军事的blogger和前世记者 你真的不能欺负他们 你经常欺瞒他们 欺瞒他们 他们真的会给你一些颜色 你看到俄罗斯里面 不停地唱臭你 抹黑你 怎样都可以 其实都不是抹黑你 纯粹说回战士你无能 你输 你后勤搞不定 你前世又不肯打 训练就做不到 又经常做那些骂骂事 是吧? 有很多东西你说 是吧? 你想说 说好俄罗斯就难 你想说 说好俄罗斯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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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所以现在 克里姆林宫 其实他们真的需要想法 如何安抚 一些前线的军事记者 以及后面的blogger 在舆论战上 至少你不要再 将这场战争 妖魔化 惡魔化 令俄罗斯里面的人 完全反战 当然 老实 他们不是特地 将这场战争妖魔化 根本他们是妖魔 是吧? 他看到他们也不是人 是吧? 搞人家是家人 是吧? 就是当时看到强奸妇女 拐弃小孩走 这些 要不是勾当 是吧? 我也是说到这里 要不然我太愤怒 都说不下去 你明观察到 俄罗斯这样 其实你说的blogger 不知道 我也不信他不知道 他也有随时有亲戚 是吧? 亲民戚友 他们也大量之前 是为了他们大量的囚款 送到上前线 就是给俄罗斯的人 因为他们军队里面 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资源 给到他们的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之下 他们一定 要继续提供更多的资源 这样给到他们 才可以生存到 大家记得 入侵的时候 是2月的时候 还是很冷的 所以他们那些 例如那些虚 或生气 根本就不够 所以你看到 那些军事blogger 真的是出心出力 为了国家 但是国家 不理你 我心照明月 明月照溝渠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很难不愤怒 我都觉得 我都觉得 不愤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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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愤怀